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我现在发现这个好听的话真是哪说哪了 所以语言如果不结合具体的情境 说了就变成另一种环境下就变得可笑 又碰见朋友圈刷爆瓶疫苗的事情 生活苟且能对付苟且就已经要搏尽全力 还能幸存性命 那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所以我有很多联想 我就说就像人们就说的 孩子都饿死了 文学还有什么用 孩子都给打了有问题的这个疫苗了 是吧 远方 有用 他那句话的意思就是 什么叫做生活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就这是讲两种人 如果你很有钱 那你就去远方的田野 你没钱 那就只好失了 文学就是给孩子打了坏了疫苗也没办法了 你没什么事 那就文学吧 对 苟且彻底绝望之后 如果侥幸留得一条命 没错 您就失活给田野 生活不止眼前的被宰的天价下 生活还有远方可以惨得下 这个才是中国现在的这个解释 没错 我是觉得对 其实就是你刚才讲的 如果这个眼前的苟且啊 其实很多有诗和田野的人 有这个远方的人 他得具备几个条件 第一个往往人要运气好 或者本事大 或者内心强 对吧 就是你得有一些条件 否则的话 你比如说通常我觉得 我去加拿大 咱们去温哥华 我感觉到他们可以有诗和田野 就因为啊 这个社会保障啊 好像还是基本运转 你要生活在那里 你也不会想诗跟田野 你整天要想一大堆保险公司的状态 是吧 那你说 当然 那你说我们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呢 我觉得 我现在觉得甭要什么诗和田野 说实在的 我这一天苟且啊 苟且到完了 哎 我真是到晚上 能够说看个美剧 看点闲书 我不要那个诗和田野 我现在只要一天啊 把你们这些个对付完了 能苟且如此凶险的一个社会环境 现在美剧好多不让看了 对 我连美剧都没有了 我连美剧都没有了 我这成干嘛了 就是说哎 我现在倒就回到只有诗了 嗯 就是若得心头无闲事啊 才是人间好时节 就变得哎 你觉不觉得在我们中国这个社会 让你觉得很累 就是我觉得对应这些个苟且 比如说哎呀 一些很低质很low的仗 你要去打 比方说干了活得不到该得到的钱 是吧 你就去为一些很low的人去去较劲 是吧 然后呢 这个这个就是种种的这个办一个手续 一个很简单的手续 一二三呢 办不下来 对吧 又拖人又干嘛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哎 我说诗和田野的那些人们 你的孩子如果昨天刚打了疫苗 您那诗和田野在哪呢 你全副心思都在这了 你知道吗 这个社会对付这些苟且 已经成花了我们全部的力气 我们简直没有余力了 我觉得 有个网友就劝我 看我与地毯 我与地毯 地毯 石铁生 石铁生 我还真的重看了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以前也看过 就是说一个残疾人 这个多少年一直在地毯 人的花园里 思考人生 是一个好文章 虽然 虽然是缥缈 是虚幻 但是好过没有 真的好过没有 你看 他也是有条件的 您是残疾人 所以您能在地毯 不用上班 地毯公园那 学校一下午 我跟你讲 还有另一种更正能量 我是说真的 你别听我 这样讽刺什么 没有 我真的是很正能量 我有个科 他跟我说一件事 我一直觉得 你看玩笑 他说认真的 他说他很多年腰疼 就已经看书治好了 不要而治 然后我说那书 是专门教你 怎么治疆才不胜 他说真的是看完 就很振奋 就腰就不疼了 我说什么书 这个书叫做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我说这太牛了吧 为什么能 对 有本这本书 你不晓得吗 有这么一本书 有两三年前出的书 还有很多被指定读物 就说中国共产 为什么能做到 人家做不到的事 看完这书之后 他就觉得他真的 腰不疼 真的状况大好 他真的跟我这么讲 亏得他前面先说明 他这是正能量 对对对 正能量 这别是非同事 的确 这个 这个是中国共产党 我觉得他有一种性格 至少在你看当年的 这个革命史上 他 你看就有一次这个这个我老老是讲啊 这个王蒙老师 当然他是瞎说的啊 他到台湾去一趟 他不禁就发着感慨 他说共产党都是急性子 国民党都是慢性子 他就是觉得台湾人就说话呀 这个温柔 过去江浙人为止 您看这样好不好啊 您看那样好不好啊 但是你看中国共产党 他有一种性格 就是多少事从来急 对吧 就是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往往共产党的干部 就是雷雷风行 你觉不觉得 哗啪啪 就光光光 就是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也要上 你看他都是有 确实有他的一种气质 有一种雄起 气质 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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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正能量到了有些地方啊 也会 所以我说什么东西都不能摆脱具体的环境 你要是把它放在泰国的一个餐厅里 你这个蓬勃的雄起的能量 就会成为全球的奇观 当然这个事可圈可点 咱们可以先看看这个照片啊 你看这是在网上爆传的 说是中国游客在泰国的一家餐厅 拿铲子呀 碟子 拿盘子 拿盘子当碟子 去铲这个虾 你再往下看 好家伙就这么铲 铲啊铲啊 据说这个 没有视频的 一打一打堆啊 放在了这个桌子上 最后呢 还浪费 你知道吗 这么一打架 铲了这么多 自己又吃不完啊 但是你也要注意 就是你看啊 这是据说这是泰国游客 不是 这是泰国人的那个社交媒体 说这是中国游客在清迈的酒店吗 看上去像是什么曼谷的一家免税店 然后从抢的这种架势看 应该就是中国旅行团 是的中国旅行团 这样的国家好像好艰难 连吃都要抢 看了挺可怜的 换个角度看 我身为泰国人好幸运 好歹吃不用抢 再看下边 还是在抢 这个事情 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过去几年 我们沃尔 其实不用说沃尔 就每个月都会出一些关于中国游客的新闻 去年的时候还不是还有一件也是在 因为刚才那段是有视频的 想瞎这个 这个视频是在海外的视频 YouTube上面爆了 这是真的是整周的点击冠军的数字 去年也有一条视频 也很厉害 是荷兰人拍到的 就有中国游客在荷兰的药店 药房 抢 奶粉 打架嘛 对 那么荷兰报纸也登了 那么这种事都很常见 可是呢 我坦白讲啊 就我 比如说我自己也老在海外到处跑 也常碰到传说中的中国游客的恶行 所谓的 但是我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我最近几年反而越来越 不能说叫能接受 而是说 我比较同情了 就我变得有点像那个泰国人了 就有点同情 同情什么呢 因为你想看那个泰国人的反应很有意思啊 就我们一般中国人就会觉得 你泰国人哪比得上我们中国 对吧 我们中国有钱 今天一讲到中国就是有钱 有有power 有实力 你泰国算 大家为什么一个泰国人会说 哎呀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很艰难 好在我是泰国人吃的不用抢 这是不是很吊诡 一个我们大家觉得 没有我们富裕发达的国家 反过来同情我们很艰难 这个恰恰是我看今天中国游客的一个 一个一个角度 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 中国游客真的是挺有钱 比如说我在外国一些百货公司买东西 恰好碰到中国游客 然后那个售货员首先帮我包好我买的东西 然后旁边有位大妈 她的那个东西呢就摆在另一边 然后人家已经帮她包好 但还没装袋子 就放在一边 然后他们好紧张 从这样来摁着她那个 但她不太会说英语 她就跟那个人讲 意思就是说你别把我这个衣服给包到她那去了 这是我的 然后那个服务员人家不太懂什么意思 然后我知道她什么意思 我就立刻跟她说 太太您放心 这是您的 我们不会拿错的 对 生怕不是自己的 对 所以呢 我从这种事 比如说那个东西也不便宜 她买 她不是没有钱 但是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 她好可怜 这可怜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她是这个国家的日常的生活里面 忧郁者 对 她有太多要紧张的东西 她大概试过太多不安全不保险的东西 比如说明明是自己的东西 给人家乱包 人家服务员没做好怎么样 她是习惯了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她认为全世界大概都是这样 然后那种像刚才那个游客抢虾 你看最后她剩下一大堆 她也吃不完 她绝对也不是没有钱 没钱出去观光什么 她是什么 那真的这种饥饿文化 真的这种不能吃亏 现在有划算还不拿到几点 因为你在欧洲很多餐 很多酒店早上自助早餐 她已经开始分开中国人专区 跟其他国家专区 那就吃有点 但没办法 她就因为中国客人上来自助早餐也是这么拿 那别的国家游客就投诉 吃不到了 有中国游客在 有旅行团在 那但是我觉得 我不会像有些网友说觉得真丢人 我不觉得呢 我觉得是好可怜 就我们明明明很有钱 但那个文化怎么还是那么饥饿 就那种我们所有在外的表现表现出的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在这个社会里面日常的不安 紧张 紧张 要纯东西 要抢东西 然后或者对他人的不在意 比如说排队 但另一方面我也乐观乐观什么看到其实很多年轻一代啊 其实真的越来越好 当然也还是有很多有待表现方 但但真不一样 是的 我真的现在觉得很多年轻人啊 老实讲 他们好像有些人说年轻人这个没教养 我怎么觉得现在好多年轻人在某些方面 比前年人有教养 他某些方面比我有教养 显示出比我懂得礼貌 包括比我更会吃西餐 咱们先去下广告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事情啊 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啊 也有很多国人替他辩护 辩护呢 主要是两个原因 有两种态度 一种呢 就是说当时呢 没有别的东西吃 只有虾 而且时间又催促 所以呢 他们这是没办法 而且这段录像是很早以前 不知道什么人妖魔化中国又挖出来 也有人这样说 那么另外还有一些人呢 是我不大理解的 就是我付了钱 我爱怎么吃 我该惨就惨 关你们什么事情 就是这个 就是说根本不认为这个事情有什么错 我自己呢 倒觉得这个 因为这段图像传的那么 那么疯狂啊 那个惨虾啊 我自己觉得它是其实挺象征性的 它很象征我们这些年的粗犷 经济 第一呢 它是效率最大化 你看你的美大堆虾在那里 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最短速度拿到最大的虾 你真是想不到哪一个盘子抄底这么来 这是抄底啊 古式的词汇 这个叫粗矿是粗放式经济 所以这个剩下那么多虾 那叫惨能过剩 笑得好 第二呢 吃相难看 那这没办法 这个吃相难看 没法体面 没法体面 对吧 这个令人 令外人侧目 这个仔细想想 我就算是再紧急 再没法 我也不但会这么去惨 那为什么这个难看 当然是有些文化的原因 但仔细再想想 它还有个根本的原因 就是说 你其实损人力气 因为你拿盘子啊 你是用手拿的 盘子的底是接触到你的手的 你这个一下去 你拿到 假如你是第一个产 先说 假如你是第一个产 你产到的这一盘 是干净卫生的 可是下面这些虾 被你洗手过了 基本道理吧 对不对 所以后面的人 再拥上来抢 其实都是 大家都是跟一个盘底在捧 所以其实吃相难看 不仅是一个文化习惯 它背后 其实因为人类啊 用什么东西怎么吃 这个文明发展了几千年 有道理的 每一样东西该怎么样 不该怎么样 都有道理 你在家里煮一锅水饺 你会说 我用这个碗吃 我就下去这么咬一碗吃 会不会 不会 因为你知道 你这么一咬一碗喝 你妈妈 你奶奶都在 在被你这个碗底洗掉了 对 对不对 真是 所以 所以这个吃相难看 后面 其实这就跟我们那个粗矿经济效率高 样子难看 而且留下了很多开发资源 不顾下一代 所有问题都没行 但是薛老师 就是刚才啊 这个文道说的一个很妙 这产 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 产能 可是呢 你看 我要给你提供另外一些资讯呢 你又可以更加按照这个去想象 造成我们产能过剩 只能用产的原因 有什么原因呢 这个就更让人引人入胜 你看啊 今天的媒体圈的特点 我就发现都是真相难辩 我跟你提 我只能跟你说 我给你提供另一种真相 那我都无法裁决 据说有个新闻单位去调查了 据说有一些中国游客 看到这个认出了这家餐厅之后 他们发上来自己一些亲身经验 讲的根据这种真相啊 是说啊 这个餐厅啊 是在一个商场里面 往往这帮零团费低团费的 在这抢着购物 完了就在这吃 而多名游客反映 在这吃过饭 说你注意到没有 为什么啊 剩下的最多的是虾 别的都没怎么剩 因为那些青菜啊 其他的菜啊 上这么一道啊 很快吃完了 就不再上了 而且呢 根本就不 很多游客说没有勺子 没有铲子 这个真正的铲子不够 去要呢 服务员不理 经常的不理 这是根据游客的投诉 于是呢 只剩下碟子 只剩下用这个碟子 唯一的工具就是产能 靠这产能 而且呢 他就是说 他铲这一大铲子 往往是为了他那一桌 对 而且说为什么剩下呢 有几位游客 亲身经验过的是 催着走啊 用导游 用餐时间就半小时 用餐时间半小时 所以呢 没别的吃的 也没有工具 不给工具 于是铲了这个 完了这一桌子 大家吃 然后没吃好 就走了走了走了 催着走 所以呢 形成了这样一种景象 我看到这个报道里边 没有刚才讲的这一条 就是说没有勺子这一条 哎 我们要是他这个餐厅 没有勺子 那就等于餐厅 主张你们来铲 那这个餐厅就奇观了啊 这个就叫铲瞎厅 对不对 所以 但是要是有别的东西在呢 我始终觉得 无论怎么帮他辩护 这是丢人的事情 不是 但是呢 我自己啊 坦白讲 我现在真的平常 我并不太觉得 中国游客在外这件事情 我们都说丢人 但我从来没觉得 他丢过我的脸 没错 为什么 因为我从来觉得 我自己不丢脸就行 我最关心的是这个 我对你这个特别认同 就是说 我现在 我现在在国外 有些时候 我觉得丢脸呢 仅仅是因为我个人的行为 我觉得很丢脸 我从来没有因为 其他中国游客的行为 觉得丢了我的脸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会有 你会啊 当然 我记得 因为有外国当地人 当行为太不齿的时候 我觉得 我 这是我的同胞 我觉得羞愧 徐老师 这上面你身上有 集体的这种基因 你看 同样 如果外国人 欺负一个中国人 对一个中国人不好 我也会愤怒 那当然 虽然这件事情跟我无关 我也会觉得愤怒 但是一个中国人 要做的太不像一样的话 我以后觉得羞耻 而且你知道 我比如说 我自己觉得丢人的地方是什么 有些就说 你比如说 我为什么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 比我都会吃西餐 我文明啊 或者说某种西方式的文明啊 是需要训练的 需要教养的 需要习惯的 我老是跟你讲 我不怕你需要丑 我到今天 这个刀和叉 我都分不清楚 我吃这种装叉的饭 你知道吗 保持我的威仪的方式 你这就是不吃 所以我最不爱 从外边往里边拿 我最不爱吃这种 这种特别 假不假式的这种饭 当然人家不是假不假式 我 因为就是我就选择不吃了 因为我一吃啊 我总会发出一些声音 我永远弄不好这个冰的帮牢 或者切一个 哎哎一下 切 这没切好 把这肉切到对方的盘子去 我在欧洲的一个城市 那外国人用筷子 也闹很多笑话 真的无所谓 我在欧洲一个城市 在这个巴登巴登 有一天这个吃早饭 你知道我也是感觉到 这个很脸红 我就觉得啊 就是你知道吧 对于我们这些 没有形成习惯的人来说 犯有些错误啊 在外国人眼里看起来 我包括我自己会觉得 我就像个孩子一样 你知道吗 比如说早餐 拿的那个什么酱 往面包上抹 那个什么酱 我呀 也本身就是个 笨手笨脚的人 别不阿姨弄不好 啪一摊 掉地下 掉地下 我看周围没人 我想拿个纸巾抹呀 那掉的那个摊那么大的 像牛粪那么大的面积 我还抹不下来 这个时候终于有个 这应该是服务员管 你跟他讲就行了 你跟他说一下就行 人家服务员过来了 服务员过来了 人家服务员看我的那个眼神啊 就在 你知道吗 那个眼神一下子 就让我觉得我自己啊 无地自主 就像个孩子 那个服务员就像是个 我的妈妈 就说这个心理 看看你做了些什么 这个心理要克服 看看你干了些什么 这个心理 这个 我觉得我非常理解 我也有这种心理 但是我觉得 这是我们的一种自卑感 其实是要去掉的 哪一国的人都可能打翻 小孩大人老人都可能打翻 如果他是看不起你 那是他的错 如果是他没有看不起你 你觉得他看不起你 那是我们自己的心理 他有看不起 那就是他的错 我觉得我在他的眼神里 我感觉到像是妈妈训斥掉了筷子的孩子 那种眼神 所以我就觉得很羞耻 你知道吗 但是反倒是 那不应该 反倒是另外我看到五国同胞 文道士同情吧 你是或者干嘛 我有时候有一种爱 你知道比如说我在日本 我看见那些个这个坐在那个樱花树上的我们的同胞啊 我就乐了 我就有一种亲切感 六小林同事 你把他当真是亲切感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少数中国游客啊 他像个猴 或者说就像那像个孩子 你知道吗 就像像一堆小孩 你看一进了公园 蹭一下上了树了 爬了墙了 哇 真的就爬到树上去了 就照相了 把那个樱花树 那个樱花瓣要造那个花雨的效果呀 对 日本游客也都在拍照 然后让人照相 照他身后那个飘飘花雨 我估计就跟周星驰学的你知道吗 哎 这个时候 我也不生气 我觉得哈哈笑 我觉得太可爱了 这就是我的同胞 他们就是 我 我去亲爱广告太多了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 其实像刚才 小师您讲的那个情况 恰恰就是 呃 我刚才说 为什么我不会为他们行为 感到丢脸的那个理由 就是 呃 我会认为 假如说今天一个外国人 对我 态度不好 是因为 不是因为 我在他面前 失礼 我做了什么 不该做的事 说了不该说的话 而纯粹是因为 他认为我是中国人 而他觉得 我们中国人 都有个固定 对我们有固定印象 都是一群惨瞎的人 他如果抱着这样的态度 看我的话 我会觉得 那是他的错 跟我无关 因为你太简单化的看人了 人是一个一个来看 你把人一群一群的看 你带着种族歧视来看我 那是你在犯错 那同样的反过来 身为游客 我们游客有时候被歧视 假如说你确定 那是被歧视 那就是对方的错 我也不会太生气 但是我觉得 有时候要小心的是什么 就中国游客 有时候会出现一个情况 记不记得去年 还有一件事 也是在泰国发生 就在机场一起唱国歌 对 那件事不是新华社 都发文章批评他们 我觉得那件事 我印象很深 他会觉得 人家对你不好 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但他可能没想到 人家对你不好 也许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而纯粹是因为你 就只是因为你的行为 你的态度 跟你是不是中国人无关 但是你的第一反应就是 你是不是被瞧不起中国人 然后你看唱国歌 这时候我觉得不好的地方在哪 你干嘛绑架我们这个国家 人家瞧不起的不是我们中国 他瞧不起你这么干 他瞧不起这么闹 你不要绑架我们全中国 我们谁都不要绑架谁 但是呢 我觉得今天进步的地方在哪 就我觉得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拿日本跟 在日本的中国游客表现来谈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跟中国真的是很诡异的一对关系 表面上太像了 都用筷子吃饭 没有刀叉问题吧 但其实我们整个 正因为他也是用筷子 也是吃米饭 你理所当然的以为 跟我们习惯一样 他恰恰不是 整个人日本吃饭的规矩是反的 比如说吃饭 他绝对这个嘴不对着饭碗 不这么扒饭 饭是夹起来吃 筷子绝对不是竖放 是横放 所有东西都不一样 而日本跟中国人的性格 就完全不一样 日本人是全天下最怕麻烦到其他人的人 最怕感染到其他人 中国人是比较不怕感染到其他人 所以在中国出特别 到日本出特别多状况 可是有时候我会注意到 是有进步的地方在哪 比如说我最近遇过在买东西排队的时候 有一队年轻人 他可能没注意到我在排队 就打他插在前头 后来我愣了一愣 他们也看到了 是有进步的地方在排队 在排队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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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队